今天是1月14日,星期一,市场有一个反弹,尤其是A股,势头也是比较难测的,不过在资金主导之下,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,只不过累积的升幅这么大,有少少的反复可能都会成为一个短期回套的一个借口了。 先讲A股,早段有少少反复,曾经试回2235点,这个是上周五的低位,但是之后买盘就很着弱了,一路一条气地不定地买,最终来说,上证指数更加成功升破了,1月4日的高位2296点,最高见过2318,收市都在2132点,单日升了69点。 由于今天的上升,上证指数又再回上短期的上升通道的底部之上,只要保持这个势头,逐沉顶的形态是不会变的。 其实在现在这一分钟,整个A股由1949点开始的回升,已经呈现了急急向上行的格局了。 单单讲形态来说,短期上网目标应该是2478点,这个是去年2月27日的高位。 其实在很多次的会谈,广泽东已经指出这一点了。 至于港股,早前有点反复,但是后期由于A股大幅地抽升,因为刺激港股都是同步而行的。 恒指来说,暂时来说的势头,除了处于一个技术上的反弹之中, 而且形态也再恢复一个叫玉士顶的格局。 暂时所指的顶,就是今个月11号,即上个礼拜五的高位,23486点。 今个月直到现在这分钟,仍然仍然在2号的低位22860, 升到11号的高位23486,好明显626点的升幅,一定不能够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。 那就是说,只要指数不会低于或者不再低于22860的话, 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面,只要有1000点或者128点的上升波幅, 指数已经可以上网23860,甚至乎24060了,这个是今个月的形态。 但是,我觉得整个中期或者短期的升浪已经走得比较急的了, 就算你不回头,高台真的需要稍微整顾和消化一下。 那现在这一分钟,我们先看到10天线先, 一日恒指仍然在10天线流上走的,问题就当然不是那么大。 但是当指数,如果在未来哪一天,轻轻吊穿到10天线, 大家就要有个警觉了,会不会是所谓技术上的调整已经出现了呢? 因为以一个短期的升浪,由去年11月15日的低位21,098, 升到去今会暂时的高位23486点,已经升了2388点了。 如果再看回中期的走势,由去年6月4日的低位18,056点开报, 更加累积的升幅5430点。 从任何角度看,这个所谓中期升浪的升幅已经是不算少的了。 那么有货在手的,定低个指仗位,继续向上望,问题不大。 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买,来到现在这一刻,就算你要入市的话, 都不要太过大手了。 因为不少股份,在低位上来,已经累积的升幅30,50, 个别甚至乎100个百分比的了。 那么就算你后市,或者中期后市都仍然好也好, 最好有两手准备。 现在我买一些市,万一个市真的有反复, 有个明显的回套的时间, 你有资金,你下面再买吧。 只要你看好中期后市就行了。 相反来说,如果你在现在的水平, 过分入市的话,一旦的大市有少少的反复, 不用跌很多而已, 轻轻的势头又反复, 自己的心都不舒服。 因为你买的时间,相对来说是个高位嘛, 防守能力相对都比较脆弱嘛, 这些大家要谈记啊。 那好了,我接着要开会, 那一会儿还要下去北角那里做send me, 我明天这个时间再和你聊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